教宗方濟國星期六訪問伊斯坦布爾 繼續他在土耳其的三天之旅 他將在那裡與身為東正教精神領袖的普世牧首巴塞諾廟會晤 東正教在全球有三億教徒 方濟國是第四位訪問土耳其的教宗 之前保禄六世、約翰保禄二世和本督十六世都有類似行程 土耳其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但是憲法規定的世俗國家 教宗此行正值土耳其設法應付一百六十多萬湧入的難民之制 這些難民主要是逃離自己國家戰亂的敘利亞難民 教宗星期五呼籲在所有信仰擁有同等權力的基礎上 進行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來結束原教主義和恐怖主義 教宗星期五在安克拉會晤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之後發表說 譴責伊斯蘭各組織在伊拉克和敘利亞 對基督教徒和其他少數派宗教信徒的襲擊 教宗還感謝了土耳其 為越境逃避戰爭和暴行的難民提供避難所 這些難民來自土耳其南部邊境地帶 伴亂分子在那裏宣布建立伊斯蘭管轄區 教宗還說國際社會有道義幫助土耳其救助這些難民 土耳其還和阿爾多安譴責伊斯蘭各等組織 但亦指責西方美友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對抗是雙重標準 阿爾多安對他所說的不斷增加的伊斯蘭恐懼症 提出警告說對穆斯林的壓迫 將會洗到他們成為恐怖分子集團利用的對象 在和土耳其總統會晤之前 教宗方濟各拜訪了紀念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 凱末爾的阿塔圖爾克寧墓 他在那裏提讀並敬獻花圈 這位十二億羅馬天主教領袖 還會晤土耳其伊斯蘭宗教領袖穆罕默德格爾梅茲 預計教宗將會在伊斯坦布爾參觀一些關鍵的景點 例如是被變為清真寺後來成為博物館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他的行程還包括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 亦都被稱為藍色的清真寺